在部队里,很多的老兵可以说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,一个个天不怕地不怕,但是,每个老兵都会告诫新兵,看见戴白头盔的药绕着走,新兵慢慢也会坚实到白头盔的厉害,时间长了啦,终于明白老兵的用心良苦了。 那么这个白头盔,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?其实这个白头盔就是纠察兵,这种兵不会佩戴枪械什么的,但是他们随身携带的局比,是比枪械还让老兵害怕的存在,因为纠察兵的职责就是负责的查检管工作,他们平常的工作对军队建设和军容建设都会很大的作用。 像平常的军人的折装仪表,行为规范,有无不良事好,有无违章行为的,都是他们的管辖范围,不管纠察兵的职位是什么,切关不如建管,无论你是刚下连队的新兵,还是十年军龄的老兵,遇上他们都得小心,因为他们管的就是这个。 他们有权利警告,批评,甚至有严重的行为,他们还能申请记过处算,老兵能不怕吗?毕竟是一世英明啊,纠察队的存在对军队的建设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,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,看见了纠察兵心里,多少还是有点荒荡,不过军人也是人,也有犯错误和失职的情况发生, 正是有纠察兵的存在,才可以更好的督促士兵们的严刑举止,行为规范,更好的实现身为军人的价值。 之前曾经有过一个事情,一哥们无情当兵时度的军事比武大赛冠军,连长特批可以晚上出去喝酒庆祝,喝完回部队时遇到纠察,大家以婚儿子各跑各的,结果有几个慌不择路被抓,晚上电话打到连部, 连长一问有没有反抗,电话里说没有,被抓到了都乖乖跟在后面,连长就说第二天来领人,第二天连长去领人时,那几个被抓的都关在关警犬的笼子里醒酒,据说是电话打完后,有几个酒精上来了,罚酒疯,所以被弯了股笼子,这是当时被战友们向了几个月,由此可见,老兵们对纠察兵的恨力了, 每年退伍的时候,部队都会安排纠察兵先走一步,因为脱下了军装,就不是纠察兵了,为了避免老兵们过来送行,他们都是悄悄的走,这样就完美的避开了那些老兵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